農委會 農藥 裡面有一個叫做加寶湖 加寶湖 這是一個劇毒 劇毒性的農藥 農委會在民國88年 禁用了75% 可思性混劑型態的 農藥 目前 這個農藥 在世界各國 他們都禁用 我們看這個 下面這張 在美國是禁用 在歐盟也是禁用 中國大陸也是禁用 日本是0.2個ppm 但是我們這個 農委會的規定 我們是 0.5到2個ppm 那麼你看一下 這張 這個slice裡面 茶葉的部分 在導數 第四個 茶葉的部分是一個ppm 但是目前 我們碰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 有很多茶葉 賣到日本 賣到歐盟 賣到美國去 都被招退回 甚至於 被列入黑名單 那麼在國際形象 就會遭受到 這個不好的 印象 說你們這個 怎麼賣這個有 農藥殘留的這個 給我們這個 國外這樣子 那這樣子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 我們農委會 能夠跟這個衛生署 能夠協商一下 將來 把這個農藥 能夠 禁用 或是用替代品 因為 很多茶籠 他以為 他以為說 這個 0.5到2個ppm 結果他們下去用 沒有想到 國外都禁用 結果兩個 跟這個世界 沒有辦法接軌 變成我們這個茶籠 受到損害 我們看到另外 另外一個 片子 他是說 在過去裡面 97年有查到茶葉 曾經 有一個案件 查到是2.67 2.67 那當然這個數量不多 因為有很多的水果 也在用 蔬菜也在用 但是茶葉這個 因為規定的比較嚴 所以呢 對我們來講 相當的不好 那是不是請這個主委 有沒有辦法 跟有關單位 能夠商量一下 否則這個 這個家寶被衣水沖刷 帶到河川裡面 他就會由根部 滲入到地下 或是由植物的根部 滲入到地下 造成地下水的汙染 那民眾 飲用水呢 也會 遭到汙染 這樣就不好 我不曉得 我們這個主委 有沒有什麼因應的 可以 李委員 我可以來請我們 黃檢局 來檢討一下 再來跟衛生署 研究 他的這個 mr 可不可以降低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來找找看有沒有其他 其代的農藥 這樣來考慮 也許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來研究 好 那再看下面一張slice 他是說 不然 這個有一種叫做丁基加寶福 那丁基加寶福是屬於這個 有毒的 但是沒有是 不是屬於忌毒的 因為這個農藥分成忌毒 有毒為毒 忌毒的農藥也是不准用 這個 這個如果可以太低的話 也 不妨試看看 如果說一下子沒有辦法去掉的話 是 好 那就我的問題 對農委會的就到這個地方 下面先請這個 謝謝 吳院長 還有經濟部長 吳院長請備詢 吳院長請備詢 立委員你好 吳院長好 我們現在討論這個日本這個地震 他這個是九點零大地震 幸虧他是在海底裡面 不是在像我們九二一樣 在這個土地上面 那麼現在就是我們的台電開放這個媒體參觀核電廠的時候 所以我們的這個耐震度是在七點三到八點三 那麼過去那個是七點六 那我們耐震稅是可以到達零點四七 那目前就是說 我們 目前這個 對於這個核電方面 的這個預防措施 剛剛也討論了很多 那麼我現在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美國 現在撤僑 他撤到台灣來 昨天今天早上就來了 一架飛機將近一百個人左右 那可能下一波還有 我們有沒有去研究為什麼美國撤僑呢 那 會撤到台灣跟南韓來 那麼 只有美國會撤到這邊來 其他各國就沒有撤到台灣來 那當然 吳院長的回答就是說 這個 他們對我們比較友善 比較對我們能夠感到信任 那我不曉得 有沒有去 稍微研究一下 因為 我覺得這個 美國人既然會撤僑 那就表示他們覺得這個很嚴重 他才會撤僑 否則他們也不要 這麼 早就決定說 在八十公里 之外之內的 這比較危險 他們就是希望他們 而且下一波還有 國王部軍方的人 那軍方人 服務這個程度大概有兩萬人 那如果他們都台灣來的話 就相當的嚴重 那目前他們當然都是住在這個Hotel裡面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他 多久 這些人要住多久 那麼之後他是會回到日本 還是回到美國 這下一波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訊息 就是說 他們都已經來了嘛 那他們打算說下一波 這些人在台灣要待多久之後呢 之後再回到日本 還是要回到美國 有沒有這種訊息 他提出要求 我們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 協助他安排 對 當然 我們過一段時間 會進一步去了解 他可能會來多久 但現在我們去跟他查問 似乎 不是做主人代客之道啦 人來這裡 是跟你稍微安頓一下而已 對 你就不會跟他問說 你怎麼會賴在這裡 不會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基於禮儀 跟做朋友的這種友善的關係 我們盡可能協助 好 我們當然 目前不知道啦 但是我們可以去判斷一下 如果說他們將來是認為說 日本沒有問題啦 他們再回去日本嘛 不管時間多久 如果說他們認為說 這個可能會嚴重 那要撤回到美國去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當初 既然包包機來啊 那這個包機 可以往美國撤啊 因為他到台灣來 只有1356英里嘛 但是從日本直接到美國的洛杉基啊 5451英里啊 那如果他現在先到台灣 又再回到洛杉基的話 高達 六千七百七十七十六英里啊 這個邏輯上好像不太對啊 如果他最後的目的地 是要回到美國的話 就不應該再停留到台灣來啊 你這是很合理的揣測啊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讓人聯想到啊 兩千一八年我們 漢光演習的時候呢 當初的那個美 AIT的處長 楊蘇利啊 他有一個計畫 有一個推演的計畫 他就是說 如果台灣發生危險的話 要撤僑 要怎麼樣去撤滑啊 那時候紙上 書上作業嘛 沒有真正去做嘛 那他是不是利用這次來試看看 撤僑的時候到台灣來 然後從台灣再撤到美國去 就是這次當作是一種演練啊 會不會有這種可能啊 我們有這一方面的專業的知識跟經驗 如果您一定要問 我就請外交部側面了解一下 是是 因為這個問題當然不是說 我們代客知道一定要剛剛直接問嘛 但是如果這樣子把它想起來啦 因為你既然是將來 目的地是在美國嘛 那直接從東京回去的話就比較近啦 為什麼還要跑到台灣來 然後造成很多的這個台灣 我們目前有一些小小的困擾嘛 譬如說像簽證問題啊 簽證問題就 就有一點小問題啦 那當然這個對我們造成的不便啦 我們不會說去太計較 但是我們會想辦法去跟他 去跟他拒絕嘛 但是他們還還在 東京派出十四輛的巴士啊 去接這些僑民啊 撤到南韓或是撤到我們這邊來喔 那剛剛也有一些委員問到啊 這有兩三個或是三四個 我們的僑民啊 在日本請求協助嘛 那他們在湖島附近啊 我們沒辦法到那邊去嘛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啊 這樣想說 我們也派出一輛小巴吧 就把它接到攏進來啊 這個有沒有可能啊 這樣資源不會浪費很多 也不會說錢民買單嘛 那這樣就不會漏人口實啦 因為既然美國能夠派到十四輛巴士 載那麼多人啊 撤巧到南韓啊 到台灣來啊 但是如果我們 我們的僑民有困難的話 我們一輛小巴士就解決了嘛 美國這次 遷移到台灣來的是他們使館的 職員眷屬跟一親生活的人 是 他不是全面的撤巧 對 那現在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剛剛 很多人問到說 要這個買一些日用品之類的啦 那麼裡面我們談到說這個核 核冷這個 就是說 鹽巴裡面這個點 齁 比較能夠防止輻射嘛 齁 那麼 中國大陸那邊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就開始大家在搶購鹽巴 搶購這個鹽啦 那如果說我們台灣現在 根據台電所講他台鹽啊 一天可以生產四百噸的鹽 銷售量大概三百噸 齁 所以他 如果全部開開產的話可以一年生產十萬噸嘛齁 那麼 供應量是沒有問題啦齁 而且我們的吸收的量也不需要那麼多齁 這個叫點片齁 我們不主張也不贊成去吃鹽啦齁 還是用點片比較傳統比較正統的地方 點片目前鹽農會跟台電有一些存量 存量的話呢 我們擔心可能會不夠 所以目前我們有在調查在規劃 有國內的藥廠啊來投入 那跟委員報告一下 國內藥廠已經有原料了 那每天可以產生量很大 到時候有需要的話呢 衛生署會發給臨時的虛擁症 就可以來製造 每天的量大概可以我所了解沒有錯 大概生產啊幾十萬片的點片 所以量應該不是問題 OK 那那個海水齁 目前我們台電有沒有 其實就是說海水 海水有沒有受到污染 就是我們台灣海域的海水 台灣的是 目前我們 我們偵測都是偵測國內的空域啦 海水沒有測 不過我想應該 應該還不至於 因為台灣離日本這麼遠齁 漂到台灣的話呢 琉球啦很多地方大概都已經污染到 我們稍微想遠一點就是說 萬一我們海水有受到污染的話 將來要生產鹽也有問題啊 好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這個疑問啦齁 最後我想要再請教的就是說 稀土齁 中國大陸的稀土啊 他現在呢 他們修正他們的開發政策 而且他們降低他們的產量啦 那麼稀土這個東西呢 在世界各國都用到這個電子業啦 半導體啦 國網公益的 高科技的已經用了很多嘛 那麼他們 降低出口配合 大陸降低出口配合 那麼 那世界各國為了避免 這個 過度的依賴中國的稀土啊 他們呢 像南豪他們就是 提高他們稀土的出存量啦齁 那麼 日本來研究呢 從廢氣的電子產品呢 回收稀土原料 減少從道路的稀土裡面出口 然後美國呢 加速稀土的開發啦 那我不曉得我們齁 如果說我們 也減少稀土供應我們的話 我們的這個科技原料 也會造成 科技產業也會造成衝擊嘛齁 那麼我們電子產品的 競爭力也會比較減弱啦齁 我想要問一下說 中國減少稀土的出口量啊 對我們這邊 我們經濟部有沒有什麼因應的措施啊 跟委員報告三點 有關這個稀有這些稀土的量的事情 做三個報告 第一個第一個 我們有在跟國內的主要的業者啊 都在聯繫 看他們的需求在哪裡 是不是需要政府來介入來幫忙 這個階段他們認為說 他們自己就可以處理的 暫時政府呢 不必要來介入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陳文委員講的 他的做法可以量儲存增加一些 或者是呢 在國際上找些替代來源 那必要是的話呢 我們透過兩邊的廣道啊 來跟對方呢 來做些洽商 我們會朝這樣來注意 那我們 ECPA簽了之後 有沒有辦法幫助我們 請他們這個出口量到台灣 不要降 降得太多 我跟我們來報告是說 ECPA簽以後 兩岸之間的溝通管道 包括金額會啊 可以說是相當的暢通 有任何需求 我們都有 充分的管道 可以跟對方呢 來表達我們的需要在那裡 好 那就是表示說我們這個 稀土的話 呃 對我們來講應該目前 呃 不會說因為大陸的減產 有很大的影響 目前不會 不會齁 好 那最後我想再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目前齁 那個 原物量都在上漲嘛 齁 那麼主機室外運 他有數據組織說 我們食物類的CPI啊 上漲了2.69 那從10月來的最大漲幅 那我們對於這些 這個原物量的上漲 我們也沒有說去打擊這個 有一些趁機打結的 或者趁機物價了 我們要不要去查 我是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可能涉及到囤積的事情 目前法務部跟工程會 呃 跟公平會在院長指示下 都有專案在處理這一關 了嗎 來吃